所谓的殷商事 只不过是比糊涂战而已 中国人 不仅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 再说到 崖山之后再无中话 林先生 贵孝金之列金先生 曾经将假片交予我保管 我还是期望林先生一起出面 研究才好啊 你说金教授 把五丁甲交给了你保管 不可能吧 是的 金先生曾经告诉我 各方萧小对五丁甲窥视一举 因此 成意托付我 代为保管 并作为建立大东洋文化共农的 一个合作奇迹 他甚至 唯有依靠我日本之国力 方可疏远中国信誓之开端 传承中华之文脉 林先生 世人都知道 您是甲骨文专家 一本举世文明的 早期甲骨文碎编 早已世人皆知 庚山先生 从刚才 我就听到了你的一番论述 坦白来说大多都是无济之谈 请问 什么中国信誓 需要日本人来帮助确定 中国文化需要日本人来帮助发扬 您从这一出门不到十米 就可以看到普通人家 锅上炖的多块肉 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 是为击败先贤屈原 就连大门上的对联 都点出金屎 没错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 可是日本与我国朝夕相伴 势为零欺 日本薄欣则促我国为新革命 而昔日欧洲战起的时候 日本亦有对我国之请求 如此相得益彰 我国人罪讲大是非 重情亦讲礼节 您刚刚对中国人不敬 对中国历史不敬 高山先生 我认为您需要道歉 对 您需要道歉 对 必须道歉 您应该道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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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道歉 没错 我日本的确曾仰慕中华文明 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进明治维新之后 我日本早已其中入习 如今早已是亚洲先进文明的代表 早已将你们中国甩之身后 你们无力保管的文物 是我们在保护 你们无法传承的文化 是我们在发扬 刚山先生 你听我说两句 一八九九年 国子健记久王一荣先生 发现了甲骨文 一九二八年 在我们国家 河南安阳的小屯 出土的大量 刻有文字的归甲和寿物 这就给我们这些 研究历史的人 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我们可以把地下的文物 和我们祖先留下的典籍 对照出来 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 和我们的西州历史 我是复华大学 国文系的教授 复华大学委托我 写殷代立法考 来证明 我们殷代立法的存在 当然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信实 岂于何时 口说是无凭的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 向你证明 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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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看来金之列 金先生对您不大信任 明知您在写英代立法考 可为何伍丁甲不交给你 偏偏托付给我这个外国人 伍丁甲是否托付给你 我不知道 口说无凭 眼见为实 但是我知道 贵国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 采用低价购买 私自组织科学考察团 甚至于盗掠的方式 从我们国家 抢走了一千多片的硅甲 我不知道 你讲的这种保管 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请你回答 你就是这样 我会过来 钢山先生 能不能详细地回答一下 林先生的问题 诸位 我确实在保管 七年前挖掘的 极其珍贵的客子柜甲 五丁甲 我这里有一张 真正五丁甲的照片 大家仔细看 是说这件文物 在刚出图的时候 就被日本记者 以非常规的手段 进行了拍摄 钢山先生所说的文物 是否真的由中国学者 交到您的手上了呢 他现在是在中国 还是在日本 能出示文物吗 对啊 真正啊 好看啊 诸位 本人在此 郑重承诺 一个月之内 我将出示 真正的五丁甲 我 不愿意 要跟家真家手上吗 我不信 我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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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信